這邊的話如果說我今天假如說 我這邊最後一個是用 0 一定要一模一樣 所以如果今天假如說填上多少 009 enter 會怎麼樣 沒有東西 not available 所以如果說假如你把這個 V 數裡面的 這個 range lookup 改成 1 的話 它就會找接近 按確定 你會不會它找到了 但沒有 009 啊 為什麼 因為它找接近 ok 但是特別注意這個找接近 其實裡面應該要多講一個敘述 它要找接近但不大於 比如說它找的話找 009 但它一定會找 如果有 010 和 008 它一定會找 008 它不會找 010 比它大不會找 比它小的它會找 ok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這邊 所以為了避免說這個數字啊 假如說沒有這個編號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另外一方 這邊可以做下拉清單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一些號碼 放到這邊 變成一個下拉清單 應該有用過吧 下拉清單 不過我發現 這個下拉清單還蠻重要 但是很多同學不會做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最好是以後讓人家 輸入資料的話 就是讓人家用下拉自動帶出來 因為編號碼 反正編號對 其他資料帶過來就可以了 有點像關聯式資料庫 一個 key 對應到很多 value 那這樣的話 就相對比較 ok 一些 所以如果我要把 這個號碼 這一些放到這邊來的話 那我第一個 油標先放在H3 資料驗證 可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做下拉清單的話 請記得 找到資料驗證 這邊的話 預設是任意值 如果要下拉清單的話 請你把它改成清單 不過呢 如果你把它改過之後 你會發現 它會多一個什麼 一個來源 那你就必須什麼 把這個範圍選給它 ok 那這個範圍幫你帶過來 按個確定 向下拉 這樣就有了 ok 你選1 它就自動掉1 2 3 ok 那 不過特別注意喔 我比較建議就是說 你這個來源我們現在用選的 但是未來如果你這兩個資料 並沒有放在 同一個工作表 理論上應該不會放同一個 那可能會造成錯誤啦 或者是要跨工作表的問題 那我還是比較建議喔 比較好的方法應該是吧 這個部分 先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名稱 有沒有 從選舉範圍建立頂端列 把這個下面的範圍變成編號 然後呢 再到什麼 資料裡面 資料驗證 把剛剛這個 這個地方 資料驗證的清單有沒有 把這個來源改成F3 改成編號 按確定 這樣的話會相對的 比較沒有問題啦 OK 不然的話你將來如果 不同範圍 你可能要跨工作表 那選舉的話 名稱會比較容易錯亂 OK 那這裡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利用資料驗證 把那個 這個 輸入的查詢編號 改成下拉清單 試試看喔 來 資料驗證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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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 episode 不錯 あぁ 結婚 醜 NAS